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由我上西兰的以德台下还有武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请问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政客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今节回来和大家讲一些缅甸目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的新闻 你可以发现到缅甸现在的关注度都变得低了 但其实当地的问题一直都未解决得到 而且看上去越来越差 向一个越来越差的方向发展 对当地的人相信就受害了 真的可以说是大大祸 为什么这么大祸呢? 最新的当地遇难的人数已经超过400人 最年轻的只有五岁 甚至乎有一位一岁的婴儿都受伤 在这样的情况下 缅甸仰光的军政府 也都是昨天在当地 都还可以庆祝这个军人节 建军节 还举行这个大祸兵 这个军政府真是有点了道 在整个国家都是充满着各项的示威 或者是暴力的事件下 都还可以弄成这个 会证明它是虚胁呢? 可以这么说的 可以证明它是虚胁也不一定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还要继续搞呢 我觉得都是挺夸张的 我个人的感觉 在一个紧急情况下都这么做 而且目前来说 它是当初捉了昂山素姬 和将这个政权夺取了之后 就宣布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 据文它们就说 一年的紧急状态 在这么紧急的状态下 都还要搞阅兵 那就是威了 我觉得拼了头 虽然是这样 在阳光操兵 我想就是尝试 全体的讯息就是 被人知道 或者被一个震懾的作用 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 在另一个地方 就有叛军 当地的 其实这个军政府 就控制不了整个国家 就有很多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叛军 一般来说都是一些 不同国家的边境那里 其中一支叛军 就是这个 黑伦族联盟 这个联盟就成功 夺取到一个军事哨所 而且据文 据政府 军所 透露的一个数字就是 政府军阵亡有60人 14人被枯 失去了这个哨所之后 都好像不太在意 不知道是不是在不在意 但是一边搞阅兵 另一边又少了 又有一个地方被人攻占 那么看来 传递出来的画面 就觉得你好像军政府 真的 事实上真的是 柔柔地 是吧 那先说一下 柔柔地 说他老实话 是的 再说多一点 究竟这个 黑伦族 什么背景 他本身 这个黑伦族 就是一个政治组织 他的武装力量 名称就是 黑伦族解放军 一般都是活跃于 缅甸的山区 还有 有很多不同的 村落 都是分布在 靠近泰国边境的山区 所以他 黑伦族也有自己的语言 那么 自1949年 就已经和缅甸的中央政府 对抗的了 那么 目的就是要 独立 以及要将缅甸 成立这个联邦的制度 那么 一直以来 都是以一个叛军的姿态 和这个中央政府 缅甸军政府对抗 但是 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对抗的 这个态度 一直以来 都 你又过不了我这条街 他又 没有办法 就是军政府又没有办法 铲平这个 这个的 这个的盘军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存在在缅甸里的 那么去到2012年的时候 缅甸政府就和这个黑伦族民族联盟 就签署了一个停火的协议 同时 也都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联盟的最高领导 也是被判处这个叛国罪 判入了20年 但是 不久就放走了 就放了他去泰国 一般来说 这个联盟 就是这个黑伦族联盟 就在当地 以靠这个的收税维生 还有就在泰国边境一些的 做一些的黑市买卖交易 来获得一些的资助的 那么这个联盟的领导 也是每四年就搞一次大选产生的 那么有一样东西很奇怪 这个联盟也有一些 有基督教的背景的 但是当地的黑伦族 大部分人都是信佛教的 时间就发展到今时今日了 可能真的是因为 见到这个 目前这个军政府的势势不行 竟然就发动攻势 夺取了其中一个哨索 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其他叛军 会不会 见到是觉得会有机可乘呢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是 其实黑伦族 其实我之前听过这个词的 就是因为 大家应该知道澳门有支组合的 蘇勒 其实他们是混血儿 他父亲是意大利人 但是在澳门居住的 他母亲是黑伦族人 就是来自缅甸的 所以我之前听过这个名词 黑伦族 也算是缅甸一个比较大的小属民族 他们如果要反弄的话 我觉得也不容易搞得到 这些人 我知道是冠军 还有现在缅甸的事情 真的变成了国际事件 甚至 你知道吗 在万国小姐选美大赛的决赛 所以缅甸小姐也有提到她国家的事情 万国小姐就是MISS GRAND INTERNATIONAL 选美大赛决赛在27日 就在泰国万国举行 期间居然播出了缅甸军政府镇压的视频 其实表达了当地主办单位 亦是对于当地人道危机的关注 有份参赛的缅甸佳麗叫Hane 其实她也是借机在舞台上向国际发声 她就说当她在舞台讲话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100个缅甸人没有了 请大家帮帮缅甸 我们需要国际支援 现在 都是挺惨的 出去选美都要顾着自己祖国 其实她也是一个外国者 真心地说 是啊 我见到现在缅甸的事情发展成这样 这么多人犧牲了 其实都是一件悲剧 人间悲剧 何冠军呢 不去帮忙的 这个磨碌 整天假消息 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 这么多人犧牲 他也有份责任 整天煽动的人 说MOS 要什么到底 死了 是啊 是垃圾 人家真的犧牲了一条命 而你这个罗冠聪呢 在英国 在他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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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时要知道 你对抗 都要看对方 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势力 缅甸 这个军政府 就 不是人敢品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说回昨天先 昨天他在整个国家 都这么乱的底下 都还是搞这个大阅兵 昨天的早上 缅甸的海空 和警察部队 7000多名的军人 200多两个战车 数十架战机 都是经过的阅兵广场 参加这个阅兵仪式 那 敏昂来将军 检阅部队后 也有发表过的致辞 他在致辞当中 就会回顾缅甸 这个国防军的 建军历史 和声言会致力 恢复全国的和平 另外 缅甸国家委员会 也会按照五条的路线 推进这个民主进程 致力于重新举行大选的 大选之后 就会将国家的权力 移交给获胜的政党 但是呢 他就没有说到 时间表是怎样的 一般我们 如果跟他较早前所说的 就要因为 要在紧急状态 撤除之后 才举行大选 那他的紧急状态 要当初他宣布的时候 就要说一年 那 那这些是 说过 他们可以收回 可以随着局势而改变的 所以 确切的时间表呢 就是没有的 但是在 那么盛戴阅兵仪式底下呢 就一直以来 都有一些很大大小小的 示威啊暴动啊 进行着的 情况都颇为血腥的 那除此之外 这个阅兵仪式 举行的时候呢 啊 竟然啊 俄罗斯的 国防副部长 Alexandra呢 在当日也有 出席的 啊 那 敏昂来将军 也都胜赞啊 俄罗斯呢 真是 非常之 够朋友啊 那另外 他也都重申了 昂山素姬的政府呢 过去的大选啊 都是因为有舞弊 所以啊 我们 这个军政府 要褫夺他们的 政权 同时 安排 重申大选的 至于目前啊 昂山素姬呢 囚禁了在哪呢 就没人知道 是一个秘密的地点 啊 较早前呢 他也都说过 说会拿一些 证据证明 他是有 选举舞弊的证据 但是又 之后又 没了一件事 没拿出来啦 啊 那 美国的驻缅甸大使呢 当然呢 就每一天啊 都是在这里 譴责着缅甸的 啊 在很多 那他 这位大使啊 Thomas 美国的驻缅甸大使 Thomas 就说到了 哎呀 很多手毛串的平民啊 都是因为这样 而牺牲 但是今天 还要搞这个 这个缅甸军人节 还要搞盛大的血兵啊 简直啊 非常之可耻啊 这个政府 这样说 哈哈 都 这位大使 其实 离开了缅甸 没有呢 这个都不太清楚 应该都是离开了的 因为当地 实在并不是 很和平的嘛 啊 而且啊 这个人数是每一天 都折折上升的 你也都可以见得到 啊 缅甸的军人 缅甸的军政府 真是 不是人敢品的 啦 至于有没有 更多的华人 华侨受襲击呢 过去这个星期 已经没有了 我相信 当地的华人 或者华侨 都已经 尽可能 都已经撤离了 当地了 啊 到目前为止 当地的交通运输 还是停止了的 也都是 在一些边境港口 也都积压了 大量的货柜 是没有办法 运去这个的缅甸 因为目前来说 缅甸 几乎超过九成的 运输 都是处于一个 停顿的状态的 也是因为 当地的乱局 罢工仍然 都还是 进行的 另外 英国的外交大臣 南韩文 南韩文 Dominid Rob 也都 也都说过 昨天也说过 竟然出现了 殺害儿童的问题 可以说的是 当地的情况 已经是去到一个 非常恐怖的 非常恐怖的 他说 就会继续和国际伙伴合作 要结束这种 很无意义的暴力 也都要追究 追究实施者的责任 恢复民主的道路 这样看来 现在缅甸死这么多人 相信要收拾 也都不容易 至于国际的压力 有多少呢 现在暂时还是 一个制裁的制裁 谴责的谴责 那些说话 就已经 照道理讲大了 至于澳网会 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尤其是在国际社会 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都是要看局势如何发展 但是 其实 新加坡和印尼 他们就说 东盟 一定要在这件事上 有立场 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维文 其实26日都表示 东盟 在缅甸局势上 需要有立场 以及能够向缅甸提供 一些有建设性的援助 维文 就去印尼首都瓦加达 访问两天 26日的时候 就和印尼的总统 佐科维多多 会面 他们已经在讨论 缅甸的政变了 维文就说 对于 东盟的信誉 核心地位 和相关性而言 他对缅甸 就是东盟 所以对缅甸 要有立场 以及 向缅甸提供一些 有建设性的援助 他重新 印尼和新加坡 是不相信 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 就是不相信 罗冠聪说过这些什么 又说中国介入 没有 新加坡和印尼说没有 人家这么近的邻居 也说没有 但是他希望 考虑地区领袖的意见之后 大家再看下一步如何 好了 关于缅甸的事情 就说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回来说其他话题 拜拜